佛經故事是叫做佛經結集,請留意欣賞 不如我們坐下休息一會,好嗎? 好啊,坐下休息一會也好 好嗎? 是呀,家舍專者,請喝點水 督明專者,麻煩你 你也喝點吧 行了,我會了 水真是清涼 是啊,是啊 督明專者,不經不過佛台離開了我們都已經有一段時期了 很久了吧? 是啊,很久了 啊,家舍專者,你好像有些事想做,是嗎? 是,我想到佛陀在世的時候,教了很多人 弟子跟隨他的,時時都有一千二百五十個人 出家弟子目數那麼多,而在家弟子呢,要為數不少 是啊,佛陀在世的時候,是真的很多,甚至佛陀臨入列那晚的和分,還有人來做他的弟子 嗯,督明專者,你是說瑞拔陀羅,是嗎? 是,就是瑞拔陀羅 啊,講起瑞拔陀羅,我又想起一些心事了 我記得瑞拔陀羅是一個初發蒲提心的人,雖然他一番熱誠,詭依佛教,披泰為真 不過,他因為沒有跟隨過佛陀,未曾聽過道理,所以根基淺薄,不懂佛教教義,思想怪誕,所以我才有些隱憂 啊,是甚麼事令尊者你有隱憂呢? 是這樣的,佛陀入列那晚,靜了道的人,好像阿羅漢那樣,一字沒有悲傷呢? 當然啦,因為那些阿羅漢已經生死永俊,解脫了煩惱,他們當然沒有悲傷 督明專者,不過有些未曾正道的人,他們的煩惱未盡,就覺得很悲傷,甚至很肚大哭 啊,是啦,我記得,當時很多人都很傷心,甚至哭得很緊要 啊,哭難專者都哭得很淒涼啊 是啊,就是這樣,場面是挺悲傷的 那些有道行的人就想到,生死無常,是世間必然之道 連善化身的佛陀,都未能幸免 他們色林之人,馬上覺悟,知道應該加工修行 因此有部分人神情宿目,終焉沉靜 啊,是啦,專者,那碎筆陀螺他又怎樣呢? 哦,我聽聞人家說他 怎麼算好?我們怎麼算好?佛陀要入滅了 是啊,怎麼辦呢? 是啊,怎麼辦呢? 唉,不用這麼不傷心啊? 不傷心就搞了,去哪兒找回這麼好的老子? 是啊,唉,大家不用傷心,不用難過 哦,佛陀在世的時候,這樣又說不能做 那樣又說不能做 現在他老人家入了面,大家喜歡怎麼做 不是怎麼做,為所欲為 真的? 真的? 碎筆陀螺真的這樣說嗎? 是啊,他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就方怕還有些人 好像碎筆陀螺這樣的心理 不守戒律 這樣就會妖言佛教的 是啊,專者,真的會的 毒力專者,我說隱憂就是指這些 哦,那… 那要怎麼做? 我想呢,最好就是將佛陀的遺教結集 給大家知道戒律的意義 結集佛陀遺教? 嗯,那是什麼意思? 結集呢?就是集合一班人 一起將佛陀的教法和戒律來整理審定 看看哪些是真的佛陀教訓和戒律 哦,那如果是佛陀的教訓和戒律又怎麼樣呢? 嗯,一經大會審定通過 那以後呢,就定為佛陀 凡是佛陀子都應該遵守 哦,原來是這樣 嗯 啊,對了,專者 嗯 那要找哪些人來結集佛經呢? 嗯 至於這一層,還要想一下 嗯 啊,卡妙 是 你小心聽著 不要忘記啊 我教你一手辦法 是,師父 我一定會小心聽著 嗯 啊,那邊有佛陀在那裡 我們走過去跟她打個招呼 好啊 卡妙 聽著 我唸一句 你唸一句 唸到純熟為止 哦,我知道了,師父 唐邊有隻河 唐邊有隻河 百年難一見 百年難一見 不如生一日 不如生一日 時得而見之 時得而見之 嗯 嘩 嘩 嘩 你都怕還未識念 嘩 讓我再教你一次 你聽著 哦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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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者 你好嗎 哦 哪位啊 你是 尊者 我是大家涉 佛堂的弟子 哦 哈哈 哈哈 大家涉 尊者 你好嗎 這麼巧啊 是 多謝你 我很好 啊 哈哈 現在你做師父了 哈哈 是啊 年輕人 不教他們不行的 尊者 你唸那首計 有點錯 哦 我說正給你聽好嗎 啊 我唸那首計 錯了 是啊 那是怎樣的 佛陀教我們那首計 應該是這樣的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正其義 持諸佛教 啊 是啊 師父 應該是這樣啊 這樣才有意思的嘛 嘩 多事幹 嗯 你吃什麼啊 嗯 大家涉尊者年紀已經老了 猛閉閉 他知道什麼啊 來 我再教你一次 嗯 喏 大家一起唸啦 就唸啊 嗯 嗯 旁邊有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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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難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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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涉娟姐 我們不如走吧 不如生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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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得事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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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真是難說啊 那個比丘都幾頑固的嘛 明明那首濟語是錯了的啦 意思都完全不同的 但是你指點過他 他仍然不肯改過 所以呢 現在距離佛陀入獄 只不過是四個月 這樣就有人搞錯了些計緣了 將來日展久了 恐怕更加意顎著我 大錯答錯了 唉 那就是啦 福利尊者 我已經決定 一月趕快舉行佛陀遺教結集 整理好佛教 好啊 對了 家涉尊者有什麼指示呢 這個結集聚會 不簡單 要通知其他的匪憂尊者才行 好 那由我去負責通知他們呢 阿 柯蘭尊者正在走過來 家涉尊者 督明尊者 你們好嗎 好 柯蘭尊者 我很好 我想說這件事給你們聽 我想召集大家 可能一次結集佛陀遺教 你認為怎樣呢 好意見 好意見 我非常贊成 是啊 家涉尊者 那要多少人參加呢 要五百個羅漢參加 要五百個羅漢參加 嗯 那就很大陣容 家涉尊者 我去通知五百位羅漢 阿南尊者 你們慢慢談 我告退了 是呀 家涉尊者 那你想在哪裡舉行結集呢 嗯 我打算在摩蝶陀國的黃蛇城 七葉忽那裡舉行 那裡地方寬敞 適合結集 是 是 地方很適合 那什麼時候開始呢 嗯 就在六月十七日開始 因為六月是雨季 比丘大德 個個個都結霞安居 不出外快源的 那正好利用這個機會結集 是嗎 是呀 那些糧食又怎樣籌集 嗯 五百個羅漢都幾多 沒錯 柯蘭尊者 五百人的確是很多 不過 我相信摩蝶陀國王 他肯供養我們 令到結集法會成功舉行的 是 你的計劃很完善 啊 那上座是哪位大德呢 嗯 應該是尊者吧 上座 啊 你的意思是指主席是嗎 嗯 哈哈 看過了 對了 家攝尊者 如果你有用得著我的地方 請你隨便猜譯 啊 你 你 啊 家攝尊者 你不答覆我 是不是就是說我沒用啊 啊 柯蘭尊者 你不是沒用 你追隨了佛陀三十幾年 親事左右 而你的基星也好 正所謂佛法大海水流入柯蘭心 有多聞第一之稱 以你這麼好的資歷 正適合做結集法會的理想人選啊 唉 不過 不過 不過什麼啊 可惜 結集法會的人選 規定要羅漢尊者 嗯 規定要羅漢尊者 嗯 那 那 那 可惜你未是羅漢呢 那 那 那怎樣 那 你現在雖然有四個項的功行 但是如下來的煩惱 尚未清淨 凡有煩惱在心 就必然 不僅忍 擾亂靈性的 啊 那 那 那 我呢 專姐 你對我所提出的意見 覺得 合理 你對於我所提出的意見 到得言不通呢 即是未剩得盧漢 柯蘭專者,你不是盧漢 所以就不可以進入結集法會的道場 卡瑟專者 大師兄,我...我... 柯蘭,你想說什麼? 我錯了,大師兄 以前我太驕傲 我以為自己時時追隨佛陀 親身接受佛陀的大法 同時我又是佛陀的弟弟 那又會怎樣呢? 所以我就有點優越感 有點依賴 以為憑著佛陀的餘音 我會超人一等 怎知... 怎知... 柯蘭專者 論年紀,我老過你 論學到時間,也遲過你 事實上,佛法你懂得比我更多 你不用難過的 不是啦,加薛專者 其實是我自己無精重 累成自己這樣 好像你師兄弟 好多人都靜了道 起碼結集法會裡 有五百位羅漢得學兼優 而且是不定智慧都好 不像得我... 柯蘭,你不必自願自願 你的成就已經不錯了 怎麼像得加薛專者你 你幾年宿學 給佛陀做事 將佛法交付給你 好... 你只是傳承 各有前因 你不必難過 那我現在應該怎麼做呢? 有機會 有辦法 你所獻者 只是少少 你再收三妹事不定 這樣就可以進入深的道景了 是 多謝專者鼓勵 你不用悲傷 放下解脫 是 多謝大師兄 好 專者早晨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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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攝專者 早晨 早晨 有波力專者 早晨 請進來分裏面 好啊 好啊 我們一路走 一路聊一下 好啊 好啊 請你多多指教 不敢不敢 是 戒律 是學佛人的命脈 佛陀為主 要依戒為師 所以 我首先想結紮戒律 哦 好啊 好啊 是啊 那哪些人做主持呢 啊 我做上座 你做副手 哦 你是出名辭戒第一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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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是義不容辭的 那 經教那部分 又是誰主持呢 哦 主持佛經教理那部分 啊 應該由柯南專者主持的 哦 哦 哦 一個柯南專者 柯南專者就到了 哦 柯南專者主持佛經教理 結集得更清楚啊 我進去先啊 哦 家攝專者 早晨 柯南專者 今早看來 你容光飽滿 神彩飛揚的 哦 好精神啊 是啊 我自己都覺得很好精神啊 嗯 那你修行方面怎樣呢 哦 竟有進步嘛 哦 我正為道景而來 向專者報告下的 是關於什麼呢 就是關於我正羅漢的事 哦 好到極 好到極 有心得嗎 哦 專者 我已經正得羅漢的果位了 哦 哦 哦 不過你怎樣做呢 自從得到專者你的教導 我立即加工收集善定 哦 現在已經道景解脫了 哦 哦 恭喜恭喜 柯南專者 你生氣我嗎 啊 怎麼會呢 如果我還生氣你 那就是還有執著 又怎麼算都是羅漢呢 我這次來 是想多謝你 如果我沒有專者你督促和指導 我就不會加速努力 請受我禮敬 嘿嘿嘿 起身起身 不必客氣不必客氣 起身了起身了 哦 現在我們進去窟裡面參加結集 好 請 請 各位彼優 各位長官 今天是摩揭陀國的好日子 因為結集佛陀聖教在這裏完成 我非常高興參加這個法會 嘉涉專者 你是上座 請你向大家報告一下 結集佛陀聖教的過程和結果了 是 大禍 我行不欲明 我們結集 多謝五百位羅漢參加幫手 完成了一件巨大 又有意義的工作 請專者先報告結集界律情形 結集日期是6月17日開始 首先是結集界律 由我本人做上座主持大會 由邱波利專者做輔助 他回答我的問題 一切制界的時間、地點、恩怨、對機、制規、飯界等等 都回答到完全沒有錯 再經過五百羅漢承認是真覺的 全部人士齊聲朗眾 那條戒律一次 於是就決定通過 定為佛陀所制 以後依教奉行 原來這麼認真、這麼隆重 那麼第二部分 佛陀經教又是怎樣的 結集佛陀經教 也是由我做上座 由阿拉做輔助 回答我的質疑問難 有關佛陀說法的時間、地點、恩怨、對機、領解等等 都回答得沒錯 再經過五百羅漢承認 以為真確 全部人士齊聲朗眾一次 定為佛陀 以後依教奉行 好 佛陀的戒律 和經教 都掉下在石上 流傳後世 是 多謝大禍